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以我可到丁田 我是李华 人生穷心振作不容易 何况还被迫接手一心想逃离的家业 这名老板娘现在烟熏腊肉 嫁亲就熟 什么粗活都难不倒她 其实她还没嫁到台湾来 是个千金女 爱漂亮 也无法接受身上有烟熏味 无奈先生经常失败 跟着回婆家做腊肉 刚上轨道 先生突然生病离世 她封闭自己 也因为不会烟熏腊肉 想结束生意 但不舍老公的努力化为乌有 也为了养三个孩子 她找回店里以前的师傅 从零开始慢慢摸索 终于能够独当一面 扛起老店招牌 豆腐香肠 烫死了 来 贴贴贴熟了没 来 看看湖南腊肉 迎接十分的人潮 以人散去 市场内小摊 烟熏辣味的香气 却依旧扑鼻 直接给她洗一下 又跌锅蒸两三分钟就可以吃了 今年腊肉最漂亮 三层多漂亮 刚刚热熟的香味腊肉 先吃进去才知道 老板娘萧斌 耐心地向客人解说 道地的湖南滋味 每年趁东北激风来袭 开始制作的腊肉 对食材的坚持 成就独到美味 一卖就是一整年 湖南腊肉 可是它 腊肉它概括了全部的腊味 市面现在有的大概 常常比较看到的 就是腊肉香肠 进冷冻之后 可以保充八个月 所以我会做到 大概四月底五月 就可以了 但是我整年都有卖 我们的这个都是 用温度品质 然后高粱酒下去 这个是我们的豆腐香肠 它里面是纯豆做的 然后它一定要腊 今天腊肉有没有 今天腊肉都很漂亮 而满洲腊味 除了对食材精挑细选 更得投注大量心力和时间 薛安 来喽 肉提起来 五花肉提起来 摆那边 然后你一包摆这边 你比较方便 来 切我一脚 你先把它这边撒一层 所有的有菜道的地方 然后这边翻过来 再撒一层 后食五花肉 均匀铺撒盐巴 制作腊肉的第一关 就给严格的检视和观察 我的肉 我都要求的是 一定要有这样的 肥肝瘦它分布得很均匀 有些人他们是用细盐 老人家那时候就交代用细盐 细盐它比较不会洗钱 里面有炒那个芭蕉和花椒 先你看 你大概要注意哪里 你知道吗 这里 对 有分析的地方 这个奶奶也都有教过我 它只要有它折痕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撒到 如果弄不到它会坏掉 它这个一坏掉 因为手工制作的 它不是一条坏掉 它是整层坏掉 对 可以 你再给我拿大条的 抹上盐巴的肉块 一一铺排在桃缸里 每一层都得淋上高粱 提香之余更保持鲜度 他们老人家 他们都椰腊肉 都习惯了用那个米酒 那我们是后来把它改到高粱 就是因为我们都要加房 因为很多像做腊肉的 他们都知道 又会加那种消 假消酸液 猪脸和高粱腌制 讲究耐心和细心 而三天后的翻缸 靠的可就是体力 今天这个 两百斤 等一下翻完 我的腰就直不起来了 让它的上下的椰份均匀 有时候会下面 你椰到下面 它会太斜嘛 对不对 因为它的那个斜度都往下走 你翻缸的意思就是 让它的斜度 斜度一样 我刚刚它有毛细孔 就是我们椰制的东西 会有一个阻位 它会比较散发出去 老人家就这样教我 这样做出来 真的比较好吃 层层堆叠的肉块 紧密铺排 除了节省空间 更确保鲜度一致 教兵嘴里总说 公公对每个细节 都严谨叮咛 原来出生陕西的她 直到结婚后 才知道腊肉长什么样 没有嫁给我老公之前 我没看过腊肉长什么样子 我们家属于那种属下满地 不太会做这些东西 然后给我老公回来台湾之后 第一年我被下刀 然后买到那个猪肉满地都是 公公教的这个是洒汁 其实它这个就是盐分高粱酒 还有它本身上面的水分下来的 斑缸后再等三天 透过清洗 去除腥味 降低盐分 椰子的东西 它都会有一个那个黏黏的味道 然后我们是一定要把这个味道刷开 刷它的椰分 就让它不要那么咸 腊肉多多少少会 味道有差就是在这些小细节 该保留的细节就不可以省略 然而以往这些工作 其实都仰赖先生李源培 曾一度沉迷赌博 转念后先生加倍努力 承袭公婆的手艺更加易改良 到我老婆她正正下来做的时候 她就会说 我固定大概多少斤 我要下多少料 那个比例 比例大概调了很久 至少十几匹才把那个味道抓出来 改变席域公婆平感觉 并以58度高粱取代米酒防腐 即便乐见先生振作 原本只负责调配料的削冰 提起学做腊肉 确实想都没想过 因为这个东西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爱漂亮 特别是我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你熏过整个 你不管每天不管再洗 再洗他衣服 都是永远都是这个味道 我不喜欢 嘉连 来来来来 等一下等一下 我刚刚才跟你讲过 你还说你知道 叫这个 你一定不能穿这个 一定要穿这个 要把外面的熟肉跟肥的皮 一起包起来 串起的腊肉和腊胃 挂晒二到三天 再进行烟熏 一连串工作 看来费神费力 如今的萧冰 却已驾轻就熟 因为三年多前 先生骤然离世 让曾经很不喜欢腊肉的他 接下传承的棒子 一直会去享受完他中风 大不了就推楼椅 以后你做楼椅就好了 结果他突然出来给我讲说 你要有些力准备 丧服二号来得突然 足足有八个多月 肖病足不出户 甚至曾经想要结束 好不容易稳定地拉入生意 这时候已经确定要结束了 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东西 没想到推到九月份 电话订单就一直进来 一直进来 那我要结也不是不结也不是 那我女儿说妈妈 没关系你结 谢谢 谢谢 其实我知道她的原因 她就是强迫我接下来 那火可以了吗 可以 我们上头了 这个里面是快梦穴 圆梦穴 里面还有柚子皮啊 花生壳 橘子皮 给它磨碎 女儿的鼓励 和客人的阴切期盼 小兵投入腊肉制作 每个环节都得从头摸索 这个过程很累 因为很多我都没有亲手做过 我只知道调配量 像这个上筒 第一批做出来的时候 熏出来都没有 没有叶熏的那个颜色 很熏 我这个一定要一个一个调 凭着记忆片段 努力找回夫家的辣味 起初独挑大梁 体力上的负荷 和对先生的思念 让萧斌着实身心俱平 第一名坐的时候 你看我一个人站三上 站得会很花聊 这边其实你知道 我没什么人 憋住我 憋哭 我又干嘛 三个厂还是丢给我 这样你就走了 就乖了 我说你再反过来下 他说也不由他 也不是他想要的 对 然而也因为自己 亲身经历每个环节 深刻了解 公公和先生的坚持 更赋予了萧斌 延续的使命 做的过程中 突然觉得说 对哦 他花了这么多心血下去 我给他罢掉 我是不是太惨人了 他已经批了这么多年了 把这个做到这里 就是做到已经 大家都可以接受了 我再给他放掉 是不是太不忍心了 这个现在还不能 完全盖起来 因为它温度还没上来 要到温度上来之后 这个就靠接烟 要摸它的桶 一桶40斤左右的腊肉 得焖上八个钟头 再做二次曝晒与烟熏 笑成自己的手批作品 惨不忍睹 萧斌庆幸客人的体谅相挺 一世在世 才重拾美味和欣欣 我老公带了一个徒弟 我又把他找回来 就我们两个在慢慢摸索摸索 到第二批 然后寄给客人的时候 客人说 有长进哦 我第二年的回头 基本上成长了40% 噢 寻死了 这个可以 噢 我的妈呀 一定要寻 不许它有时候火太旺 整楼就烧掉了 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误出各种诀窍 自诩要跟上整楼 除了腊肉摊和网路订购 烧冰拓展厚物 让夫家的腊味 可以此处飘香 烧烫辣肉 烧烫后的切片腊肉 以芥兰取代常见蒜苗 也利用风味 因为辣肉本身它有咸度 不需要再放调味料了 用冲大火就可以了 可以配很多种蔬菜的做法 蒜苗 我现在当季出来的芥兰笋 也是非常适合辣肉的味道 少许鸣酒提振香气 便是下饭的佳肴 另外 波斯厚辣鸡腿 搭配香菜 辣椒丝等 凉拌调味 清爽可口 今年尝试与餐厅业者配合 努力推广拉味美食 大片比较淡定的时候 我每个都去找菜片 就每个菜片去炒 不管是不认识 那没办法 因为我塞个孩子要养 我不可能就过年这几个月 最好再拿购 三个孩子拿购养 没办法 扩展销售管道 进而能专心守住 拉肉制作品质 对小斌来说 所有的努力 都源自于一份 韩先生的约定 选择之后 他一些所想的 所跟我聊过的 他也会要往哪一方面的发展 我是在照着他 照着他的结果在一起 他还来不让他 我来看 班佐做工和严谨坚持的湖南辣味 有先生的传承 和太太的守候 让年薰后特有的辣香 更幽远而绵长